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受到正向力作用 以及静摩擦力作用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物体 当它滑动会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所以如果物体不滑动 表示合力为0 我们分成XY两个方向合力为0 XF的拉力等于静摩擦力 正向力等于重力 我们知道静摩擦力它会小于等于最大静摩擦力 就是静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 正向力等于W 代入可以获得F小于等于μSW 根据提议静摩擦系数为0.5 重力为20公斤重 所以F为10 所以F为10 单位公斤重 也就是说 当你今天F小于等于10公斤重时 物体会保持不滑动的状态 反过来说 如果F大于10公斤重的时候 物体会滑动 什么时候恰好开始滑动呢? 在静摩擦力刚好等于最大静摩擦力时 物体恰滑动 所以当F刚好等于10牛顿10公斤重时 物体会恰滑动 好 这是不滑动的条件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不倾倒的条件 我们知道合力矩为0 如果说我们现在以A为支点 有哪些力会造成力矩呢? 有 拉力F会造成顺时针力矩 正向力N也会造成顺时针力矩 静摩擦力不会有力矩 重力W会造成逆时针力矩 它们根据相对于支点的距离 这一段是F的利矩 这一段是F的利矩 这一段是N的利矩 这一段是W的利矩 好,我们来讨论一下它的状况 顺时针的利矩 要跟逆时针的利矩 互相抵消 所以W的利矩 会等于F的利矩 加N的利矩 W可以写成 W乘上RW 会等于F乘上RF 再加上N乘上RN 如果我们现在 让我们F的拉力 逐渐变大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同学可以看到 W跟N因为合力为0 这两个不会随着F而改变 而我们的利矩 RW、RF 也都是固定的 所以当F变大时 会得到RN变小 也就是说 我们正向力 它会越来越靠近我们A点 所以当你今天RN等于0时 我们正向力 就会刚刚好贴在A点上面 此时 正向力的利矩就会等于0 所以合力矩为0的方程式 就会变成TW等于TF 这个时候就是物体 恰倾倒的状态 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正向力的移动 我们晓得 对一个物体来说 如果它受到三个不平行的利作用 在物体静力平衡的状况下 它会满足三利供点 如果我们地面给的正向力跟静摩擦力视为合力 为一个力叫做F'的话 F'跟F'还有W这三个利会有共点的现象 所以从三利共点的情况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F'跟W要在这里共点 因此 N跟FS的合力也要过这个点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静摩擦力 画的大小画太大了 我们把它缩小一下 如果我今天 作用点在这个蓝色的位置的话 其实我的静摩擦力只有这么大而已 这样子 它们的合力 F'还有机会 跟F'和W达成三利共点 如果我现在让F'的数值变大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静摩擦力也会变大 那静摩擦力变大 同学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向量变长 N跟W一样大是不会变的 所以它变长代表说 我现在合力F'会变得比较平缓 变得比较平缓 又必须要通过三利共点的位置的话 代表说 我的N就是要移动到它的右侧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你的F变大的话 我的正向力会逐渐往右侧移动 而当它在A点的时候 下一刻F再变大 它就即将倾倒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所以恰倾倒的话 那就是代表 上面写过 重力的力举跟F的力举要一样大 我们的重力的大小是20公斤重 重力的力弊 同学可以得到是20公分 拉力的力弊是50公分 我们带回去 可以获得F等于8公斤重 所以当你的F小于8公斤重的时候 物体会是静止状态 等于的时候恰倾倒 所以大于的时候一定会倾倒 好 我们合并一下上面两个关系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我现在F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它等于8公斤重时 物体 物体即将 倾倒 倾倒 或者我们可以说 以A为支点转动 以A为支点转动 好 这是我们这一题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